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月线还是收红的 还是手稳了9800 那么投资朋友都想要问了 下个礼拜就要5月份了 后续行情怎么观察呢 现场为您请到专家了 亨达投股的下面的分析师 夏老师好 水一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很多投资朋友都在问了 这个礼拜二1234的四天 12的时候万点行情看到瞬间这个快闪秀 结果今天竟然这样9800 9820 那么老师后续应该怎么看 好 我想这个礼拜的确是蛮刺激的 在那个上半周看到万点 结果下半周的时候 这个地方竟然在进行9800点的工房站 但是我相信在过去这个行情当中 当然今天的行情其实表现的不是很理想 在这个劳动节之前 我们政府也不知道说要把 要送一个大礼物给我们的劳工朋友 因为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台北股市 它最终它是以一个最低点来做一个做收的状况 是收在9820点 但是我相信这样子的行情 基本上观众朋友应该不会有太大的疑虑 如果说你对于我们过去的节目 你有准时收看的话 过去这一段时间当中 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一个概念 我说这样子的行情你要防守 你必须要靠的是十日军量 但是你要反守为攻 你要看的是五日军量的一个部分 所以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当然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今天这两个重点 五日军量今天是1293亿 十日军量的部分是1180亿元 我想我们在这一波的一个行情当中 在这个起涨之前 攻万点的这一波攻势之前 我们在这一天特别跟大家强调 我说反守为攻五日量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天开始 你就可以看到大盘一直都维持在 五日的成交量之上 所以你看到这一波的行情 攻到10014点 我想其实一点都不需要觉得奇怪 但是我们后续其实也跟大家提到说 这个地方如果没有五日量的话 就会出现进攻无力的一个状况 结果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是从哪一天开始没有五日军量的 就是在这个礼拜二 10014这一天 我们可以看到红色这条线是五日军量 所以这一天没有 这一天没有 今天当然也没有 所以观众朋友你看 过去我们跟大家所提到的关盘重点 你看你只要掌握住这样子的关键 你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五日量 这三天的时间从10014跌到今天9820点 他大概也修正了将近200点左右的一个空间 基本上你只要把这样子的原则记起来 这200点的空间的风险 其实你都可以去做一个避开 所以你说也不过就200点 风险很大吗 我相信其实这三天 如果你买错股票的话 我相信这个假期你会过得相当的煎熬 我举个例子来讲 我们一直跟大家提到就是说 你在整个买股票的一个过程当中 你一定要买在别人都还不知道的地方 我们跟大家提到这个五日军量的一个部分 其实就是提供给观众朋友 你不需要被这个所谓的消息面所影响 因为我记得在这个礼拜一礼拜二 很多那个关于股市利多的消息 什么外资大买 什么那个券商开香槟 你可能当初你可能选择没有要做进场的 但是你受到这样子的气氛的影响 你反而在这三天你做了一个进场的动作 那我说你看到五日军量 他就告诉你说这个行情没有进攻的一个能力 当然其实你就可以避免掉很多的风险 我举个例子来跟各位做说明 例如说什么 例如说这档股票 我相信其实有很多人跟你提这样子的一个个股 其实你看大盘 过去三天没有五日亮 三天都是下跌 这一档个股叫做伪创 这档股票过去这三天 不也是跟大盘一样 往下连跌三天吗 那包括了像什么 包括了像是3189的紧硕 这档股票其实也是一样 我相信其实有很多人跟你分析所谓的一个这个技术线形或告诉你说这个基本面有多好 但是你看到这个股票是怎么走的 这股票过去这三天 它的股价也是连跌三天 已经来到了一个波段低点的位置 我相信这三天的一个跌幅也将近大概一根停板左右的幅度 那除了紧硕之外呢 另外包括了像是2439的美率 你看今天这股票还跌停板 过去这三天 你如果买错股票的话 这三天是两根停板向下修正的幅度 那以及包括了像是什么东西 包括了过去这几天 我们在节目当中 我在节目第一时间帮大家掌握住的那个法说会讯息 例如说像是华雅科 我记得在这个礼拜二的时候 因为它法说会其实已经开完了 我们在节目当中再一次跟大家提醒 我说这个股票要留意风险 那实际上这两股票 其实早从今年的一月份二月份的时候 我们就一路告诉各位 我说这个产业景气其实变化很大 这个股票它不是你可以适合一路抱着 都不去做调整的个股 结果你看到了 我们在这一波一路提醒各位 到了法说会当天再次提醒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它隔天开跌停板 但是你如果在之前 你听到我们的一个对于行情的一个分析 对于华雅科的一个分析 基本上这股票其实你根本不用到这个时间 你才在想说这股票我应该怎么办 你早就在前面其实已经做一个 获利出场的动作 所以我告诉各位 基本上我们在每天的一个节目当中 我们都会告诉大家关盘的重点 那你掌握了那个五日均量 基本上其实你就不会买错股票 你就不会造成这三天 明明要放假了 但是心情好像不是很好的一个状况 好那么提到法说会 就讲到其实这个礼拜 刚好是进入台股的法说会 还有财报忘记的高峰期了 昨天我们就提到了 一开始就提到华雅科的法说会 可能要小心 那么昨天办法说会的是 有戏品还有联电 戏品的董作林文博 他素有景气铁口支撑了 他对第二届展望看起来 似乎是还蛮保守的 所以法说会都会透露一些 最后景气的风向球了 那么就想问了 今天下午也有十家公司举办法说会了 那么请谢老师赶快帮我们掌握 这些法说会的自信中抗 好我想说到法说会 其实我们真的要跟各位做 这个我们要跟大家提 这个我们是五点live的节目 那这个节目好处在哪里 好处在于说 大部分的法说会 它大概都是两点召开 所以实际的数字 大概三点四点 其实都会有 都会有一些实际的数字出来 那我们也讲过 因为我带领的研究团队 都是很资深的研究员 所以他们能够把那些数字 很迅速的就回传到我这边 那我们当然也可以做一个迅速 而且正确的一个判断 所以你看这样子的一个 法说会行情 你一定要每天锁定我们的节目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其实这几天 光这几天的行情 其实就好了 包括了我们在 之前的一个节目当中 我跟大家所提到的 2409的尤达 这个应该是 这个礼拜法说会的第一档重头戏 当时这个行情 其实还没有开出来 我们跟大家提到说 我说在明天 基本上因为当时传出来的是 比较偏向利多 因为第一季赚了0.54 那去年第一季也只有赚0.03 所以这原本应该是一个利多 但是我也告诉各位 我说你如果要看尤达的话 他开盘必须要突破这一个高点 那当时我们也跟大家提了 这个高点叫做16.35 结果在隔天 我相信观众朋友 你手中有尤达的 你对于昨天的行情 你一定印象深刻 因为它是一个开高走低的行情 开盘16.15 最高点来到16块2 有没有站上16.35 没有嘛 结果它就是呈现了一个开高之后 向下走低的一个行情 好 这是尤达 那包括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华雅科 其实当天我也跟大家提了 我说华雅科当初的高点 在台北股市9274点的位置 那结果台北股市涨了快800点 这个股票反而不涨 反而往下去做破地 所以这个是我们当时 我们在前两天 第一时间帮大家掌握法说会讯息 跟大家所提到的一个个股 好 所以现在的重点 在于今天召开法说会的一个公司 观众朋友 其他小家的我不讲了啦 我相信市场上关注就只有两档 一档叫做2454连发科 一档叫做3673的TPK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来看TPK的一个部分 这个是TPK的60分钟线图的一个部分 好 这是过去这一段时间当中 TPK的一个走势 那我要先告诉各位 基本上他出来的第一季财报数字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那个标 展望人保守下半年复苏 他公布的第一季的季报 他亏损3.06元 哇 听到这个数字你会想 哇 那不是很惨 大规啊 那这个有一个问题 其实包括联发科 其实数字也不好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 不好 他其实不好有两种状况 怎么说 不好一种 一种不好是真的就很差嘛 一种不好是 其实是一种突发状况 怎么说呢 他亏3.06元 他其实在第一季 他亏了10亿新台币 好 那亏10亿新台币呢 其中观众朋友 如果还有印象的话 他在今年的1月份 他的厂房发生火灾 在厦门的工厂 对 在厦门的工厂发生火灾 而这一次的一个火灾的一个认列 他们是认列12亿的亏损 那认列12亿的亏损 最后亏10亿代表什么 代表他本业其实是赚了2亿元 而且你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 他本业赚2亿的一个状况底下 你要去想 因为大部分 其实包括 当然包括TPK也有 都有去对于厂房有做保险 包括这个前两天发生火灾的药滑 其实也是一样 那有保险代表什么意思 有保险代表后续 会有所谓的一个保险金去做回冲 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你有回冲的一个状况 你这个时候先做认列 他就不是真的亏损 那当然搭配上说他下半年复苏 最主要其实当然就是Apple Watch 那我相信市场上 其实你已经听很多了 到底对于Apple Watch的一个后续展望 我想其实大家市场都是非常乐观的 所以你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我要告诉各位 基本上我认为这样的法说会讯息 虽然说不到说是一个大幅度的利托 但是个人认为它不是一个利空消息 好 那既然不是一个利空消息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TPK的股价 其实是往上走的 那你说这个地方要怎么做观察 我们这个地方画了一条下降的压力线 那原则上在下个礼拜一 因为明天放假 两个重点 你如果要观察TPK的话 第一个盘中的价格必须突破下降压力线 也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大概是195块 你要可能 如果你对于TPK你要操作 你先要把它记起来 那第二个呢 当天的成交量要超过7500张 那因为现在其实大部分的 这个看盘软体其实都很进步了 那个开盘其实它都可以帮你 预估那个成交量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告诉各位 礼拜一TPK股价要表现很好 基本上这两个条件 缺一不可 不能只有一个 你如果突破之后没有量 它还是会打回来 所以这是TPK的一个部分 好 那TPK讲完了 我们要回到2454的联发科 联发科的一个部分 其实当然今天的股价 我们昨天在提到 那个400块的一个工房站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400块 因为它如果说 以过去这一段时间来看 成交量堆叠 就是要红色这条线 这个价格就400块到402块 你可以发现是一个 相对来讲大量的一个区域 好 那联发科法说会说什么呢 基本上 他们认为第二季 也就是这一季 营收是-5%到正3% 计减3到5成 没有 计减5%到计增3% 所以简单来讲 好像没有讲对不对 因为大概就是持平 但是持平基本上 对于它的股价来讲 它也未必是一件坏事 不过我们要跟大家提的是在于说 它重点是在下半年 它认为它手机晶片可以成长30% 观众朋友 联发科不是一家小公司 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成长20% 成长30%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就是说 后续当第三季的时候 它会成长30% 那基本上这个部分 我们跟大家提过了啦 就是说 我们原本就跟大家提到说 它第一次法说会的时候 就提到那个毛利率的问题 在第三季 它在下半年 才有机会改善 所以我们还是延续一样的看法 对于联发科来讲 下半年才会是它一个 比较好的时间点 所以对于这一档个股而言 基本上 它也不算是一个非常大的利空 而且之前股价已经先跌之后 我要告诉各位只有这四个字 叫做谨慎操作 不是不可以做 但是做起来 你要非常非常的谨慎 孙老师看起来 对于这个TPK和联发科 都认为说 后续这个投资朋友 是有机会的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了 陈宏第一季 是大亏了3.06亿元 那老师说 这看起来只是一个 假性的亏损 对不对 因为主要是它认列 这个火灾的损失 不过它对于第二季的展望 也说确实是有点保守的 第三季才会足迹走秧 但电子产业本来就是 下半年才是旺季 联发科看起来似乎也是如此 所以说礼拜一想要操作 联发科的朋友 是不是还要再更谨慎一点 没有错 我们刚刚提到 因为其实单纯 就整个现行的架构来看 联发科的确是 稍微比较弱势一点 那既然是这样子 我们刚刚提供给大家 TPK的条件 我想我们刚刚 我们再一次强调 当然第一个 你要突破下降压力线 第二个 你成交量要超过7500张 当天的成交量 要超过7500张 但对于联发科来讲 因为其实这个部分 它基本上 它没有特别的利多 但是基本上 那样子的一个消息 这个所谓的一个营收的部分 既减5%到既增3% 大概其实也在预期当中 那因为股价已经先跌了 但是因为技术面 稍微比较弱势一点 所以我要提供给大家 就是说 不是不能做 但是在做的过程当中 观众朋友你要特别谨慎 那所以老师认为 这个联发科法说会 会跟上次一样 再有法会行情出现吗 应该这样讲 不会这么严重 但是会不会涨 我觉得要看这个 礼拜一开盘的一个状况 还要跟着大盘走去就对 好 那既然联发科代表 他是这个所谓的 IC设计股王 对不对 所以投资朋友 也很想问了 如果联发科看起来 有点危险的话 那么其他IC司机族群 如果他说 老师我还是手很痒 很想要买 有什么个股 是后续可以观察的呢 好 我想当然其实 联发科在IC设计当中的 意义就在于 他是股王嘛 对 但是股王不好 是不是代表 所有的IC设计都不好 对 整个族群 好像其实也不一定 因为你IC设计 其实他遍及了 非常多的一个领域 我举个例子来讲 这个是我在上个礼拜五 就是一个礼拜时间过去 哇 好快 我们当时跟大家提到说 我当时在盘中看了 五档关键发动点 这个弱转强的一个股票 那当时其实我们 也告诉各位了嘛 我说弱转强 跟他是关键发动点 这不是一个 必然绝对的相关性 所以当时我有说 如果你想知道这五档股票 哪一档股票是关键发动点的 欢迎你打电话进来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 稍微问一下 好 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这五档股票里面 包括了3227的原项 包括了3529的力望 包括了4966的普瑞 这三档股票 它都是IC设计个股 但是这四天的一个行情过去 我们可以看到 股价的部分 它走势其实很极端 我们来看一下 包括了这是原项的部分 它在这一天 出现了一个转强的讯号 但是这个弱转强的讯号 但因为这个地方 它不是关键发动点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过去这几天 你如果做原项的话 其实操作起来 你会觉得比较辛苦一点 那包括了像是4966的普瑞 基本上也是一样 它的一个弱转强的那一天 是出现在这一根长红棒 很多人其实看技术面 我相信这个地方 很多投资朋友看技术面 其实你看包括像是原项 包括普瑞 基本上它都是一根长红拉出来 其实对于很多 以这个技术面为主的 一个投资朋友 都会认为 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买点 但是你结果过去四天 四天过去之后 观众朋友 连结四天 对 你看到这个股价 其实相对来讲 是比较弱势的 那为什么它比较弱势 但是我们跟大家所提到的 力旺的一个部分 它的股价走势就不是这样子 它在礼拜一拉出 我们在这一天 跟大家提到它弱转强 而且我也告诉各位 这是关键发动点 结果从这一天开始 它礼拜一大涨 礼拜二创新高 礼拜三 礼拜四 虽然是收一个黑K棒 但是它的一个股价 它并没有出现 我们刚刚看到 像是原项 像是普瑞 这样子的一个大幅度的修正 为什么 有时候看整个关键发动点 不是单纯只看技术面 你就能够决定说 这档股票会继续展 我想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 原项或普瑞 基本上就是最好的例子 所以你要怎么样 才能是一个关键发动点 除了它的技术面 要出现弱转强之外 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在于它的产业基本面 它必须是要一个成长的产业 所以刚时我们在提到 力旺这一档股票的时候 当时我们特别跟大家提到 行动支付 那我也讲了 或许你现在 你不习惯用手机买东西 但是我就举我妈妈的例子 她现在自己都会用悠悠卡 去借Ubike 快70岁了 所以你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其实这个你只要稍微 用习惯之后 你就会发现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商机 所谓的电子钱包 对 电子钱包 而且我讲了 你说Apple Pay的部分 可能一年Apple卖一亿只 你说好像商机 就是一亿只的商机 但你要去想 当苹果推出这样电子钱包商机的时候 其他手机如何跟进呢 那全球是13亿只手机的一个商机 所以这当然其实它有一个非常强 基本面的支撑底下 你就可以知道说 这一档个股 为什么从这个时间点 它能够有一个比较强劲的一个演出 从礼拜一的时候 我们当时开盘开337 你光买这个位置 礼拜一的K线图 你买这个位置 基本上到收盘 甚至到今天收盘 我相信其实你都还是呈现了一个获利的状况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 其实你说 有没有像 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力旺这样子的股票 绝对有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的是在于说 我们今天跟大家找到一档个股 这档股票 基本上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一个技术面 今天当然也是一个非常明显 弱转强的一个状况 而且我要告诉各位 这档个股 它现在开始会进入产业的旺季 什么东西叫做产业的旺季 我告诉观众朋友 你可能每天 你都会去买这样子东西 所以这个时间点 进入产业的旺季的状况底下 我们还是要告诉各位 明天就是劳动节 那我们当然知道说 劳工朋友其实很辛苦 对不对 所以5月1号起 好股限时卡位 我希望这样的一个股票 观众朋友可以一起来 做一个获利的动作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掌握更多投资技巧 先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带你了解 您准备好了吗 为了您的荷包 为了厘清复杂难懂的趋势 心态一定要改变 改变才有机会 改变操作迷思 投资才会赚钱 让您稳健获利 这是我们的承诺 让您安心操作 这是我们的保证 专业托付 全力以赴 马上接通电话 改变你投资的命运 02-8101-0600 02-8101-0600 进化科技定义未来 谁能打败武 我就用高价买下他的武馆 我们武馆 平处打 西方武馆 哪里进到去 习武求新进 爸爸爸爸妈妈说别打了 买房子还是找内行的台庆吧 针对您要的 特别问您整理出这张 台庆麻吉报 内行找房 不用页页问 找房真功夫 台庆好内行 台庆不动产 台庆广招专业航家 高薪高福利 等你来挑战 上面有一个活动 改造一下好不好 什么 哪里有啊 对对对 很好 走上去 那也变得漂亮 好时髦耶 蜻蜓系列 轻量上市 The New 消费满额 日本轻量陶瓷刀 免费带回家哦 您准备好了吗 为了您的荷包 为了厘清 复杂 难懂的趋势 心态 一定要改变 改变才有机会 改变操作迷思 投资才会赚钱 让您稳健获利 这是我们的承诺 让您安心操作 这是我们的保证 专业托付 全力以赴 马上接通电话 改变你投资的命运 02-8101-0600 02-8101-0600 好 欢迎回到 关键下一秒 今天加选指数 终长收在9820点 也是今天的最低点了 好 多人说呢 会这样是因为今天 电子金融族群 两个都攻不上去了 无力上攻 电子族群呢 最后是收平盘 不过在金融看到 由红翻黑哦 但是这个金融个股 其实是从万点行情开始 外资就好爱买 一直买一直买 金融股每天都有话题 但是老师 一直有提到一档股票 他认为这才是 金融股的好标的 对 谢谢老师 好 我想其实 过去这一段时间当中 当然对金融股的一个部分 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 你一定要掌握住 一个原则 就是你必须要有证券 而且你必须要有受险 证券加受险 对 证券加受险 这两个加起来 才是你选择金融股 最主要的方式 所以过去这一段时间当中 刚刚其实 玄一提到说 今天金融股由红翻黑 但是呢 我们跟大家一直强调的 2881的富邦金 今天的一个股价 在大盘表现 不是很理想的状况底下 今天还是涨了四毛钱 所以过去这四天 其实你可以看到 富邦金的一个股价 过去这四天 从我们当时 在上个礼拜四 开始跟大家提到 你看过去一个礼拜的时间 我们礼拜四跟大家提到 礼拜五你如果敢勇敢进场 就以收盘价61块2来看的话 这一波涨到最高点是67块7 是涨了将近一成以上的幅度 而且你可以看到 这档股票礼拜一在涨 礼拜二在涨 礼拜三在涨 到今天礼拜四 这档股票照样是呈现了 一个上涨的一个状况 所以观众朋友 我就讲了嘛 你看过去这几天 过去这三天 我们跟大家提到 就是说大盘在没有五日亮的一个状况底下 它很容易修正 结果你看到这三天的时间里面 第一天跌 第二天跌 第三天跌 这股票 这个指数的部分跌了三天 跌了快200点的空间 但是我们跟大家提到的富邦金 却是连续四天的一个上涨 而这样子的股票 其实是我们在节目当中 我公开 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的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 这个时间点 如果说你手上 有一些比较弱势的一个 弱势股票的一个观众朋友 其实你千万不要觉得说没有机会 重点是你要找到一个对的人 帮你去做一个持股调整的一个状况 所以你看 包括我们之前跟大家所提到的 像是华尔克的部分 你说这股票 你说过去大盘攻万点 结果它不仅没有涨 最近这三天 股价也是连续下跌 三天的时间跌了两根的一个停板 但是你如果手中是持有富邦金 我相信其实你今天心情会不一样 所以我告诉大家 当然行情比较低迷 但是你千万不要失望 你只要能够找到对的人 你就能够在这样的行情当中反败为胜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 基本上我们刚刚跟大家提到 像力旺这样子的股票 是关键发动点 产业是对的 富邦金 关键发动点 产业是对的 那有没有下一档 其实当然有 这档股票 它第一个它符合关键发动点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的现行 其实有一个明显转强的态势 所以今天是收红的 对 今天收红 第二个是产业进入旺季 我刚刚讲过了 很多人讲说旺季没有感觉 但是这样子的一个产业 我相信你可能每天 你都在做一个接触 所以我告诉各位 5月1号起 豪谷限时卡位 这样的机会 希望观众朋友 你可以好好把握 好 保持这个观众朋友 感谢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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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 在办公室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我们明天见